有请第一位出示者 从小学开始算起 没有离开学校的范围之内 社会经验非常少 所以说我现在想彻底地 从学校这个范围内跳出去 这次我非常非常充满了热情 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想把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 去寻找自己想要的那份生活 去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郭云飞27岁山东人 四川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大家好 12位BOSS好 我叫郭云飞 今年26岁 我的家乡是山东资博 2014年6月 我毕业于四川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 今天来到这里 是想要谋求一份 管理培训生的职位 或者是与公关策划相关的职位 当然也希望在接下来短暂 但是有效的交流过程中 希望听到12位BOSS推荐给我 您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薛月老师您好 谢谢您 薛月老师您好 穿得英姿洒爽 有点那个女骑士的感觉 谢谢您 为什么选择这么一套服装 我个人性格比较干练 所以说我选择的是 比较适合我性格的一身职业装 你比较干练 我看你长得很温柔 是吗 谢谢 而且很少女选手这样穿的时候 很少 这样穿挺好看的 谢谢您 来 你的推荐理由 云飞是典型的好学生 学校背景不错 穿大 研究生 然后专业不错 行政管理 然后成绩不错 在校期间获得过多次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 三好学生 然后并且有大量的社会实践工作 综合来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所以我推荐 谢谢您 学业老师 他的应评宣言是 命运就像掌纹 虽取取折折 却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次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看来这是一个有准备而来的求职者 你在三所学校工作过 是的 研究生期间我得到一份非常珍贵的机会 我在一所本科类的院校 从事外聘教师 为他们学校的本科学生 讲授公共管理类的课程 然后之后我毕业以后 我在我朋友的一家雅思创业学校 就是一所教育培训机构 然后来从事成人商务英语 招生的工作 我通过网上又投递了很多企业 没有得到回复以后 我就直接进入现在这份工作 然后从事高校的行政工作 现在这个工作为什么又要离开了 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直在学校内工作 我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 但是我觉得就是企业能让我快速地去成长 学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希望能够跳出学校的范围 能够去学到更多 然后让自己 你觉得学校不是社会吗 它是一个小型的V型的社会 你学的行政管理 在学校里边其实需要更好的行政管理人才 是的 你觉得在学校里边没有发挥的余地 也不是可能跟我现在工作性质有关系 那你现在在网上求职的结果怎么样呢 就你投出去简历的结果 他刚才已经说了 投出去没有任何回复 对 这就是我想问你总结一下 为什么会没有回复 是吧 这个也是我一直非常好奇的 因为我一直把那个邮箱调成 就是如果对方打开我的邮件会有回复 但是一直我的邮箱都没有任何 我们所说的不是邮箱技术的问题 其他方面有没有可能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用的邮箱 可能对方会觉得不是很正式 我用的QQ邮箱 所以有人会 是这个原因吗 我不知道我在猜想 简历不备 筛选出来主要是你应聘的这个关键词 就在于说应聘什么岗位很重要 你如果是没有人力自然经验 又学的不是人力自然 你投到人力自然的岗位上面来讲 别人投的都是人力自然相关岗位 或者相关经验的一些简历 他会首先筛取那个 而把你排在最后 假设你应聘的行政岗位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你回复 好谢谢 我听你在讲半天 你是自己不喜欢这个人力资源吗 我一直没听明白 你有一个最关键的词 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比较就是倾向于公关策划类型的 然后有创意这样的工作 是这样子的 其实有一点我非常好奇的是 你非常遗憾的说 我的简历居然都没有被打开 今天你的简历已然被打开 并且有人足智足条地去搜索其中的信息 你好像表达却不是特别主动 好像迫切地想要说 哎呀我有什么能力 是表达的相对比较空洞 对吧 其实现在是一个机会 刚才开始讲 你跟他讲讲 那个国际企业管理挑战大赛 中国区 你还不是得了同奖吗 是的 这个大赛你做了啥 有啥亮点好不好 好的 讲具体案例 本科阶段我参加过GMC国际企业管理挑战大赛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六人小组的leader 带领我们的六个同学 然后一起踏上这个比赛的舞台 那么我作为leader在中间有过团队的协调 包括一些小的领导技巧 那么最后我们是获得了中国赛事的 说那个协调出现了什么矛盾 你怎么协调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气生嘛 那么在中间的话我会比较中庸 我是一个比较中庸的领导者 然后我会去 当场去质疑他们 然后我说大家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然后我们去换位思考了之后 然后大家最后做出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方向 然后避免了这次尴尬 是的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过来 来问一下张颖 李奇和Chris 这样的第一轮的选择结局 出乎你们的意料吗 我大概留等 因为我要了解到他的PPT 他的别的经验 所以我给他这个机会 其实云飞这个问题就来了 其实第一个环节 你表现不那么圆满 你看起来貌似干练 好像很自信 事实上你前一轮的展示是非常被动的 没有太多的亮点出来 接下来你要加油了 对 这是一个矛盾点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如果说一开始的表现不好 到了第二环节之后 你能真正地把你的干练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这分数会逐渐地往上升 好吧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来解读一下你的PPT 这个是有放到一个政府的门户网站上 然后叫做那个志愿者的美妙瞬间 美丽瞬间 它美妙在哪 你想说一下 美妙在哪 我觉得这张照片很美 你觉得美妙在哪 因为当时心里是美的 因为做志愿者的话 首先我的内心是一个充实的 我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说当时我的心里是美的 所以我反馈在脸上 是我真正内心的想法 是这样子 好 图老师这样的 我想让云飞就这张照片 你想就公关策划的角度 你能给这张照片 附一段小的文字吗 附一段旁白 文案 可以吗 你附一段旁白 然后再告诉我们 你这段旁白想说什么 抱歉 能不能给我一点准备的时间 准备的时间是吧 是 那就待会儿说 先第二张 第二张就是我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 所获得的各类证书的一个集合 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现在在的这所学校 然后我做了这个专门的 活动的策划的一个案例 云飞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 比如说第一个 优秀志愿者 你上来就说 这是登在这个财富论坛的官网上了 然后我做了哪几点 哪几点 让我成为优秀志愿者 第二你练了一堆证书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重点讲三个证书 你说完了吗 是的 我刚才已经讲你了 你这后面还有吗 没有了 三个 已经没有了 你会重点讲 那一堆证书里面 哪个是省级的 什么三好学生 哪个是那个什么 你说 这是我一堆证书 然后就过去了 你太 太内容了 就同样的内容 换一种表述方式 或许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对啊 你要像我这么能吹牛的人 我早就把他吹成 跟天上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吗 他刚才很忧怨地说 你说我投了那么多简历 没人点开 现在大家伙来看 你又那么不爱谢 你又要受着 你让我们怎么了解 对啊 所以云飞就是 如果你真的认为 自己很执张很干练 你先要把自己的思练 练成结果导向 我为什么而做 云飞 现在你还有作业没做 现在再给你这个机会 结合刚才的反馈 给他附上一段旁白 可以吗 十秒钟行吗 十秒钟可以 一群喜欢吹牛的人 碰到一个不喜欢吹牛的人 急得半死 不对不对 那个是喜欢吹牛 我们是想看到事实 你们也喜欢吹牛 来 说吧 简短的四句话 辅难何怕 流光异彩 志愿服务 暖人心怀 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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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听清楚 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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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一遍 是 辅难何怕 辅 辅难何怕 是 辅难何怕 流光异彩 志愿服务 暖人心怀 说实话 文字的熟练度 可是你说这一段话的目的 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文字熟练度 是表现你的好文采 还是说你想展达你 有迟早 有点声音 但还算押韵 对 云飞这样 我作为推荐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如果说今天我们 不是偏公关策划类的岗位 偏执行类的岗位 他肯定没问题 你考不考虑 调整一下 我刚才说过就是如果十二位 老板推荐给我 他们认为合适的 我一定会 不是他们认为合适的 就现在表现了 你觉得执行和策划类 哪个现在是你最倾向的一个 求职的方向 还是策划 其实我对郭云飞的印象还挺好的 他一上场给我一种很职业的感觉 很干练的感觉 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觉得他太中庸了 尤其他应聘的是这个策划岗 没有创意 然后没有野心 没有欲望 这甚至他没有表达的欲望 这是很难做策划的 我做了 20年的这种策划的 就营销的工作了 我觉得你们别再逼他了 我个人觉得 从刚才所有他的 这种表述经验 以及他的个性来讲 他其实做一个策划的工作 是蛮困难的 对 我也觉得 从第一轮开始 我就已经觉得就是这样 为什么留灯给他 其实是想看看 他在其他方面的工作 但是你们穷追不上 非要去挖他的这个策划能力 他是很难把他这个策划能力 给你展示出来 稍等 那也不对 其实呢 我们不是要执着地 去挖他的这个策划能力 是他执意地要做策划的工作 我就没明白 各位老板就怎么 就看出他没有策划能力了 我觉得他挺有策划能力的 我想问一下 那是因为你们要求 策划能力比较低 等等等等 罗敏 既然你挑战我们 罗敏 给我们说说 你就告诉我们 你看出来的策划能力在哪 其实我认为大家一直没有听明白 或者说他可能在台上有点紧张 他的第一诉求是真的是管理的学生 我觉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需要去考他的一个策划的东西 还真是蛮难的 他刚刚临时十秒钟 说出了对自己的那个 自愿者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无论从文字 还是从他的临场的发挥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能要求多少 你是把他当成一个一万块钱 还是两万块钱 有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人来看 还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来看 所以最后 所以最后 谁会留灯 给他策划职位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说没有人留 只有我一个人留 那我很高兴 如果说有很多人留 那么你们就是口是心非 千万不要给他留策划滋味 罗敏刚才那四句话 你再说一遍 叫什么府什么河畔 对吧 府 府南河畔 别说 让他说 府南河畔 然后 第二句我忘了 第三句我叫自愿 自愿服务暖人心怀 然后记什么什么财富人团 你连他四句话都记不完整 你说他有创意 所以云飞 不是我能记住三句 如果一个创意让人 短短的实际几十秒钟就忘记 这叫创意呢 现在我们可以去举例 在场的所有的人 能说出第二句话 刘光亦才 刘光亦才 随便回答 随便回答 你先不用回答 真的不重要 我们做调研 几个人能记住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 布里老师 你刚刚说我没记住 现在十二个人 又几个人能记住 罗敏 罗敏 如果一个上火 说话大家都记不住 这是个好设话吗 港罗 告诉你啊 我随便说四句话 你们都能记住吗 而且我们都能记住 这句话不是因为他的策划 而是因为对他的尊重 那为什么其他人没记住呢 余飞 就是因为没记住 所以才证明这个策划 我现在 你自己都没记住 你怎么还证明这个策划 你们都太高出自己的能力了 还真大 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你来 卓老师我现在特别相信 网上说的那句话 你招聘的每一个人的最低标准 就是你企业现有人才的标准 哎呦 说得真好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罗敏 他们公司现在是什么级别的人在 就是很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因为具体是最高水平 我觉得有些人很虚伪 你们不要去口试心扉 不要给他留策划职位 不要给他留管理培训生的职位 你们灭灯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没事你留就成 好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三位专家的观察 你们三位的观点是 你们觉得他适合做公关策划吗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觉得这个没有胶子 他们不愿意回答 我们不至早对错 我只是在想 就是大家每个人看到问题的角度 对对 就是在我们其实也不是说 非要去让他做公关策划 而是通过一个他的意愿方向 不停地在探讨他的能力 发展潜力 我问一下 请你们给一个 我觉得可能 作为一个学生的话 你还可以 但是如果把你放到一个公司里面 来做公关策划 可能会有点 对对对 有吃力 所以你当一个助理 公关策划助理还不错 如果你是我的研究助理 我肯定希望有你这样的 既然你现在有这么鲜明的观点 为什么刚开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因为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其实在这个舞台上说话 有的时候想要真实地坚持自己真实的意见 和黑白分明的建议的时候 并不那么容易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酒盏灯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小庄开始 是在我们青岛新航道学校的一个管配生 好的 唐冠卓然 给你提供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博士团新成员唐冠卓然 北京金月印医疗器械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金月印医疗 是国内首批从事骨科耗材行业 及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覆盖我国二十多个省份 我们旗下有一个 卓然医疗器械培训学校 对医疗不懂的学生的话 可以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以后 再来做管配生 谢谢 陈昊 我给你我们集团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配生 因为这个事业部的业务相对综合多样化 以后 培训结束 你可以去你想去的青岛和上海 嗯 罗敏 区分期给你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你会帮助我 到全国 去招聘CEO管理培训生 那不对啊 罗敏你不是应该给活动策划的吗 真是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不是说招聘 你是说负责招聘CEO啊 对 培训生 帮我们去策划这个活动啊 所以你现在给他的职位 其实还是管配生 他要的就是管配生 是吗 那你跟别人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罗敏那你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OK 如果你们硬要这么说的话 云飞我给你的是 管理培训生 策划方向 有意思吗 这样好 这样好 这样他就脱离了虚伪的帽子了 好吧 给他留点颜面吧 来吧 虚不虚伪在场的观众 是最明白的 大家给点掌声 好 云飞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你更要保持冷静 因为全场另外11个老板 加上哈佛德老师都认为 目前让你到一个企业 就去做策划的话 会很吃力 帽子太大 今年我们的长青山学院正式启动 你作为管理培训生 会进入这里面 进行系统的培训 并展示自己能力 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向 这需要一个过程 咖啡机欢迎你 谢谢 断东 云飞 那个58同城和58到家 给你提供岗位 是管理培训生 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是从行政开始做起 好 刘家勇 我愿意给你我们 风筒集团 我的个人助理岗 同时 我们PVGo项目 会给我们所有的员工 提供免费的培训 帮助你做职场 详细的规划 为你下一步输出做准备 刘家勇拼了 文刚 哎呀 我很遗憾 我本来以为我是第一个 给这个职位的人 老乡就是老乡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事成双 没关系 这样哈 我给你的岗位也是一样 管理培训生 但是你在前半年 主要给我做业务助理 我对你的预判是 你应该用不了一年 就可以心经过完 好 王马说完了 公共的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来 上阳 那么这边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营销策划运营方面的一个管理培训生 好 地点在北京总部 好 谢谢 谢谢 想不想听听那位长头发姐姐的意见 非常想 我两个一直想给你意见 李琪 听从你的内心 听到你的内心 听到你的内心 好 谢谢 来 你想说什么 我有一个意见 对不起老板们 所以这两个老板他们给 这两个 对对对 助理 一个他个人的助理 我觉得 如果你有一个机会 一个总裁的助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看老外很有意见吗 中国人太中庸了 什么都没说 那就是我们要向Chris教授学习的吗 好 灭掉气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可以吗 好的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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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热情的团队里来跟我一起发展 让我和陈浩来PK吧 我这边是对你对口的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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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对不起 小周老师很喜欢你 抱歉 你不能因为 你不能因为 他们拿面板挡的就不够啊 罗总很抱歉 把本子拿下来 不好意思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在别人选择的时候 抓紧时间 从来不求情 不多说一句话 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抓紧时间 罗总怕他看到我的表情 我怕他看到我失望的 罗总你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你是老美别婆婆妈妈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罗总 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谢谢 好 好 我就一方已经PK胜利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蓝半球已经胜利了 谢谢 还有北半球 对 陈昊我真的觉得 他这个个性跟你真的不同 来来来来来 给米饭给米饭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来 给米饭 对不起 对不起刘总 对不起 刘加油 刘先生今天很绅士 来为他鼓个掌声 有请陈昊 王文刚 谈钱不上感情 寄好了吗 寄好了 请揭晓 试用期五千 五千五百加 请问五千五百加是试用还是正式的 正式的 正式的是吗 来 但老王你不靠谱啊 总助一般可没有低于八千 我给他的是管理培训生 但是他会给我做业务助理 你要听清楚 我给的不叫总裁助理 而且六年前的这个价格不一样 你刚才不明明说的是你的助理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讲过很多次这件事情 他的原话呢 其实是打个擦边球 他说我给他管理培训生 但是呢 在业务方面他可以跟着我学习 我刚才 我刚才特意跟云飞 那就应该说是总裁办管培训生 这样 不是不是 我跟云飞特别要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刚才我也跟他明确说的 就是我给他的是管理培训生 但是因为 他的方向我觉得会很快提升 所以我会特别的在所有是 总监带的管理培训生之中 选出来他是我带的 理解吗 是我带的管理培训生 这个概念大家能理解吗 不理解太绕了 他并不是总裁助理 他并不是总裁助理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换你的单位给他 所以因为以前我签 我给他 估计有人都发现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 最好是因为 如果你和一个比较高层的老板 可以每天工作 所以我以前给他建议选你 可是现在你换你的 你的职位 你的代表 这样 对 所以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对 这个不太好 所以我 我给他 现在建议坏人 坏人 再选一次 我给他的职务是管培生 我的助理 这件事情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别生气了 非常不清楚 你前后矛盾 徐瑞 徐瑞 别说了 如果你是个推荐人 你应该尊重 推荐人 给他的职务 我给他的问题 你就是那会有人家 你不负责任 我说一句 其实就跟我给一样的岗位 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就是一个意思了 对不对 逻辑非常简单 全场所有的人 包括云黑在内 都是冲着你的总助去的 你上来以后 你换成管培生 徐瑞 徐瑞 我想问你一个 在这个场上 我们给董事长助理 回头我给你调到 任何一个岗位上去 有问题吗 我很客观地 给他一个岗位 在管理培训生上 但是不能你五分钟前 给了一个总助 五分钟以后 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在这个场合上 给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 一个总经理助理 我不应该把七年 调到一万以上吗 我能这么调吗 这是你前后 言不由衷的问题 这是你人品问题 徐瑞 我觉得是你理解的问题 王总这件事情 可能引起了 一点点小的争议 他说了 是要继续自己带我 可能只是说 以管培生的方式进去 他对我寄予了 非常大的期望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选手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就是 黛玉要谈吗 是的 因为是在北京 就是黛玉可以 再往上调一下 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所有的心头事 都是五十五十 这只是你的底心 别说那么多 我加到七千 而且如果你要有了孩子 从零岁到十八岁的教育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 好 你要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那你说加号是多少 我也承诺 你那加号加起来 综合收入多少 哦 加了七千 不是比钱吗 综合收入加里多少 就七千吗 我说 我现在能承诺综合收入到一万 我直接告诉你 好 好 好 所以接下来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没有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优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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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第一次的求职意向里面 就是写的优胜教育 而且我当时就是目标 就是想要进入他们加盟事业部 没想到这次刚好给我最契合的岗位 也是我最最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次非常的圆满 这个结果是这样子的